跨领域设计是一种新的设计思路 它打破了因专业领域不同而造成了设计局限 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一个设计的完成很难依赖于一种技术和规律 所以在我们的设计过程当中 通常要借助于多领域的知识去完成我们的设计目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合作 来实现一个跨领域的设计 例如工程师、艺术家、心理学家甚至社会学家 在当代的设计领域 跨学科的设计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必要的规律 例如考虑一个具体的产品 从研发、制造、经营 这个设计的过程并不能依靠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完成 因为它将设计到不同的学科领域 例如消费心理学、人机工程学、机械工程学等等 作为当代设计师 我们必须了解或者说应该了解什么是跨领域设计 因为这种设计思路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广阔的设计空间 我们 vill记得更多的那些课计区 我们的课计息 我们的课计息 可以发现 我们的课计师